我决定要继续制作播客 因为有好几位忠实的听众 给我鼓励 给我肯定 他们跟我说 为了大家的生活品质 制作了这么好又实用的播文及讲节 我愿停下脚步 反复聆听 修身养性 使自己更好 更幸福 我真的很开心 花时间制作这些播客 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也邀请您一起跟我分享 你听后的感觉 谢谢 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自信心 自信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感觉 自信心没有办法从别人的肯定 或者是过去的经验 成就 而产生 自信心是自己的想法而造成的 我们对自己有没有自信 就要看我们对自己有哪一些想法 有些想法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 有些想法是不正确的 不是真的 但是因为我们习惯一直重复的练习 那一些想法就会造成我们没有信心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要讲自信心是什么以外 我们可以列出一些自信心的想法 还有有哪些秘诀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自信心 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来谈自信心是什么 自信心是一种对自己还有自己的能力 特质还有对自己的信任感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否定自己的能力 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不够好 没有真的去肯定自己有的某一些特质 因为没有自信 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力 还有对自己的信任感 没有自信的话 它会影响到我们跟自己的关系 也会影响到我们跟周遭人的关系 甚至于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职业跟我们的可以达到的一些愿望 所以它的影响力非常大 因为自信心它是一种感觉 自信心是来自于想法 所以只有自己可以给自己信心 别人的赞美肯定或支持 不见得会带给你自信心 当然有时候它会有一些帮助 但是要你自己能够相信 你有那个能力 你有那样子的特质 或是你有这样子的 你对自己有那个信任 你才有那个自信 所以如果你自己常常练习 实践做到你对自己的一些承诺 你越相信做得越好 就会越有动力 虽然很多事情有些我们没有做过 但是呢 如果你有自信心的话 你一定会想起出 我可以办得到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说 虽然有时候我们有些想法 它会带给我们信心 但是并不代表 我们没有恐惧 或说没有担心 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接受 自己除了有一些信心的那些想法 我们可以接受说 好 我现在我会怕 我现在有一些恐慌 但是呢 你去克服那个情绪的话 你就会产生有勇气 所以那个勇气它会推动你 使你完成一些事情 或说有勇气说出你的真心话 或者是有勇气挑战自己 有时候就算我们定了目标 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或说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失败 我们可能会批评指责自己 那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要善待自己 只有善待自己当自己的拉拉队 我们才可以有那个正能量 才会有那个信心继续走下去 所以记得我们要常常鼓励 肯定自己给自己信心 那有哪一些想法阻碍我们的自信心 一般来说像我辅导了很多的人 上千个人 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是 有些人他会觉得自己不够好 或者自己不够聪明 自己的能力不够 很多的不够 当自己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他会没有自信 所以很多时候 为什么定了目标 或说给自己一个挑战 但是呢 没有那个动力去执行 很多时候是因为 有某一种想法阻碍了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以前十分没有自信 虽然我受老板校长们 他们的肯定 做事这方面我没有问题 但是当我要站到台上 跟大家讲话的时候 我常常有时候会害怕 会没有那个信心 后来自己去觉察 我常练习的那个想法是 我的英文不够好 我的不够好呢 当然就是有一个比较 对不对 我的比较是跟谁比较 是跟我女儿比较 或是跟有一些 我很敬佩的老师们 跟他们比较 那我会把那个本土的 对不对 他们的母语是英文 然后他们会用很多这种 很华丽的这个词汇 那我会觉得自己 没有到达那个地步 而且讲英文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点口音 当我自己跟别人 这样子比的时候 我就当然就是把自己看扁了 对不对 当有机会的时候 我可能我就会很紧张 那会脸红耳赐 或者是心跳加速 然后有时候甚至于自己都 没有办法表达得很顺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有某些想法 影响到我的自信心 有哪一些想法 它可以让我们的自信心增强 现在就要跟大家分享 这些想法 它会增强我们的自信心 一个想法很重要 就是你要肯定自己的价值 所以那个想法是 我是百分之百有价值的 我是百分之百可爱的 当你常常告诉自己 常常练习这样子的一些词语 它会增强我们的正能量 告诉自己我真的很不错 我决定的是我就可以做得到 我相信自己的能力 我对社会和世界有贡献 他们需要我 如果我真正想要 如果我真正想要的 我就能拥有 当我们有这些正向的句子 在我们的脑海里的时候 而且我们常常练习 鼓励自己的时候 我们自然然 我们的信心会增强 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 你要实时地关爱自己 不是虚伪的 不是一直这样子给自己拍马屁 而是说你要帮自己打气 当自己的拉拉队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记得 一定要练习给自己一个礼物 常常心想好念 常常口说好话 对自己心想好念 对自己口说好话 这样子的话会鼓励我们去做一些 我们想要做 我们想要完成的事情 我们也会勇于接受挑战 那有时候要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我们也会对自己比较有信心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有时候我们希望老板要给我们加薪 我们也可以勇敢地说出来 是吧 有哪些建立自信心的秘诀呢 现在就跟大家分享有几点 第一点就是 你先要觉察自己有哪一些想法 所以你可以把你对自己的想法 这些正面的负面的想法都写下来 写下来以后呢 一个一个检查 检查哪一个想法是正确的 是真的吗 那是有用的吗 一一这样子问自己 每一个想法都这样子去问 尤其是负面的想法 我真的很笨吗 我真的长得不够漂亮吗 我真的英文有这么烂吗 我真的没有沟通技巧吗 所以常常就是去觉察 为什么你会没有自信 你的那些想法是 它的来源是什么 然后呢 一一去检查 如果你失败的时候 就是说你没有达到你的目标 可是你把它定义是失败 对不对 那当你在没有达到你的目标的时候 你是怎么看待自己 你是还是爱自己 然后用好奇的心去了解说 奇怪了 为什么我这个没有成功 那原因在哪里 为什么我共同不良 是什么原因 那你用好奇心去了解 能够比较认清楚说 哪里可以再努力 但是呢 是满满的爱 不是用指责批评 用那种很负面的那个态度对自己 如果完成目标 每一天我们一定是有做对的事情 对不对 有做好的事情 每天多多少少要庆祝一下 所谓庆祝不是说我们就去吃喝玩乐 庆祝是你鼓励自己 给自己哇好棒 你真的很不错 那给自己鼓励 然后呢 也要去觉察说 我是不是有一些不合理的标准 例如说当妈妈 你当妈妈是要当很负责任的妈妈呢 还是要很快乐的妈妈 对不对 我们如果很负责任 有时候我们的那个负责任的那个标准在哪里 那个标准是不是合理 当你想到说 我要当一个很负责任的妈妈 当一个完美的妈妈 那就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在 要注意到你自己的 当你有些想法的时候 你的那个感觉是什么 另外还有就是 我们要设界限 我们要学习如何说no 如果人家邀请你参加什么活动 要来你家或者是怎么样 你如果真的不想做 那就老实地说no 不用委屈求全 或者是迎合别人 造成做了以后 后来反而会有那种怨恨心 所以自己要站住脚 做什么决定就去做 真的不想做 不愿意去做的时候 不要勉强 然后再来后悔 还有一点增强自信心的这个诀窍 就是如果你社交媒体 因为它也还是有它的功能 如果你要用的话 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过多的时间 它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自信心 我们有时候会难免就会去跟人家比较 然后就把自己又比下去了 所以这些秘诀都是建立自信心的一个诀窍 所以我们总结 自信心是来自于我们的想法 我们有没有自信心是因为我们有哪一些想法 影响到我们有没有信心 别人不能够影响到我们的自信心 只有我们自己可以 所以自己常常要去觉察 你对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对自己那些想法是有帮助的吗 是正确的吗 要问自己这些问题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能够和亲人朋友分享我的博客 谢谢